贝库塔召唤序列排名104的闪光 七皇智囊召唤序列排名102的灰环 唯一一位奖牌得的米扎尔 其手是叠放两只八星大怪 召唤出序列107的超银河式空龙 在此之前 打牌三人组上来 就被早海自带的环境魔法坑掉了500言行 想要演绎的贝老六嘲讽三人 这都不知道就敢进行超量召唤 一听到这个星光提懂了 这是巴利安射下的圈套 早海环境的效果是 玩家进行超量召唤时会扣出500滴血 并且场上有超量怪兽的玩家 回合结束还要再受到500伤害 太阴了吧 外形挺燃的 为什么打牌这么赖皮 豆子哥海马附体 鲨鱼哥杰克上身 小话说的不是一般的嚣张 唯独尤马 他想请神 但请来的竟是徘徊在英灵殿外的顽藤祥 愿是不到两天的真月灵 让圣母星泛滥的他不禁动容 尤马想直接召唤拳头攻击表示 好在背后灵之尺清楚自己的能力 拦下尤马后盖牌结束回合 鲨鱼没开二堵 这一瞬间 天降一声惊雷 尤马和鲨鱼的生命值 开局就掉到3000点 另一边还没有结束回合的豆子哥 他要启动盖雷克斯恩的超量效果 去除两只叠放素材 从卡组将超银和光子龙 召唤到战场之上 好家伙 豆子哥不愧是高丸啊 不过就算在这么秀 伤害也依旧要吃啊 轮到贝老六 召唤阴影石石鬼 发动其攻击力变为零的效果 特殊召唤出手牌中的两只阴影鬼火 根据鬼火的套娃效果 它们的等级将变成和石石鬼一样 于是自然而然地进行超量召唤 召唤序列排名104 假面魔导师闪光 尤马表示正好 让你也尝试一下被雷劈的滋味 被老六剑撞扔出速攻魔法沼海的灯塔 只要将这张卡送进目的 它就可以免疫沼海的影响 赖皮赖皮 怪不得尤马会在这场战役改卡呢 原来全是你们逼的 面对假面魔导师的攻击 尤马要启动霍普的月神护盾 怎料 假面魔导师的超量效果却是 针对霍普的怪兽效果 猿狐切割开霍普的护盾 并给予尤马800点伤害 接着 被老六要让假面魔导师继续攻击 危急时刻尤马叫停 陷阱卡减半不破 保护霍普不被破坏 并将玩家受到的伤害减半 这可杂整 都这样了尤马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他居然还想着要召唤霍普为命 也不知道这孩子咋想的 居然认为上次战胜被老六是靠自己的实力 背后灵支持想让尤马耸一点 但尤马却直接给了他两句 将真月被搞的事情 怪在了自己身上 另一边 七皇智囊也秀了起来 他们每人都有一张早海的灯塔 而且都是一回合召唤出三只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102 光天使辉环 与此同时 米扎尔叠放两只直接召唤出来的八星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107 这个见过了 是超银河掩饰空龙 哎呀呀 为什么你会受到雷劈 你小子难道没在卡组上放灯塔吗 哎呀 无论持有 但 这些是臆病者使用卡 同样条件 这些是不信任的 真正的Galaxy Eyes使用 哪个 是 真正的战断 好